哈喽 大家好 最近这两天是不是有看到假芝麻油毒芝麻油的新闻 这些假的芝麻油对人里的伤害肯定是很大的 甚至有一些假芝麻油里面还含有还取梅素 然而这些假芝麻油往往加的最多的就是芝麻香精或者是芝麻精油 经常有很多小做法和无良三家会添加过量的精油或者香精 重点是这些假芝麻油正常的手法是没办法去辨别的 所以说如果吃的过量过多当然对身体有害 芝麻香油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出油率并不高 所以市面上会有非常多的假芝麻油就很正常了 那么添加香精或者精油还不算是最过分的 有时候芝麻香油添加香精或者精油还不是让人最担心的 最担心的就往往是小做法和不良商家会在芝麻香油里面添加滴沟油 大家熟知的滴沟油里面就含有自来的还取梅素 辨别生假芝麻油只能用科学手段 正常人是没办法去区分的 这时我手上拿的这瓶就是芝麻油 而且是刚刚制作完成的 所以今天的视频又是一个宝藏视频 不会说没事我教您只要有耐心 今天用到的芝麻是生的白芝麻 重量呢在600克左右 如果平时你是一个超级爱芝麻油的人 只要你的锅够大量你随便加 如果您是第一次操作呢 那么视频中的步骤一定要注意 这个生的白芝麻呢其实非常的干净 所以说无需清洗 第一步呢开的是大火 一定要把白芝麻炒热炒熟 如果炒制的过程有条件 可以叫别人来帮你炒 因为手真的很酸 这个芝麻在炒制的过程中 非常容易发黑糊底 所以说一定要多换动一下锅里 当这个生白芝麻慢慢的转变为这种黄色的时候 那么这时的火就要转成中火了 翻锅99-18下一定要休息一下 如果怕手酸或者不会翻锅的话 那么准备一个勺子不停的搅拌翻动它 这个过程虽然会有那么一点累 但是得到的结果一定很满足 当所有的芝麻都变成这种黄色 那就特别要注意了 这时烂气造的火力就要转成小火 好多人做出来的芝麻油会有非常浓的焦味 主要原因大部分就是因为全程开的都是大火 造成的芝麻发黑焦黑 小火慢炒当颜色呈现这种中黄中黑就可以出锅了 这时您需要准备的是别人家的电风扇一把开煮马力 因为这个芝麻在炒制的过程中它的余温非常非常的热 所以装盘的时候最好放一个风扇稍微给它降降温 好多人操作完这个直接放料理机或者搅拌机 搅粉机里面直接就打碎了 最后的结果是芝麻味没有多浓郁 胡椒味道是很浓郁 所以芝麻炒制完出锅以后一定要记得给它降降温 搅拌这个我还是比较习惯用抹粉机 如果您用的是料理机或者榨汁机的话 里面一定要加开水 再次提醒您 如果您用的是料理机或者破壁机 里面一定要加烧开的开水 切记了不能加冷水 加冷水就白做了 OK所有的芝麻都已经打成泥状了 盖子上的这层东西不是水 因为我没有加水 所以这层东西是油 重要的事情说上面 制作过程中只要有加水都必须加开水 开水开水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了 制作芝麻油为什么要加水呢 因为今天分享的做法虽然非常的简单 但是也是比较传统的做法 这个传统的做法叫做水带法取油 此时芝麻酱的状态是香油和非油物质混合组成 那么加了水以后水的比重比油要大很多 因此水会沉到容器的底部 那么油呢会慢慢的浮上来 也就是平时大家俗称的水油分离 真心的不开玩笑 古法榨取的香油呢 都是采用了水带法取油 加入的开水比例呢 按照1比1的比例 就不会显得那么麻烦了 今天用到的芝麻600克左右 那么加入的开水也就是600毫升 开开水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一定要分次加入 当这个芝麻酱越来越粘稠的时候再加入开水 拌完以后像这样密集的小孔越来越多就可以了 这时我放置了大概5分钟左右 是不是可以看到油 哇这个芝麻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现在我的家里面每个角落都充滞了芝麻油的味道 想要这个芝麻酱完全的沉淀下去 这时准备一个勺子不停的拍打它 拍打的时候紧记一个口诀 轻轻的我来了 请请我走了 剩下的芝麻酱沉淀不下去 那么双手握盆上下敲打一下 不是单单晃动盆 是要接触到桌面 上面这层就是单纯到不能再单纯的纯芝麻油 今天的视频虽然比较啰嗦 但是主要讲的比较细 芝麻油的成体制作过程虽然非常的简单 但是好多细节不讲清楚 那么制作出来的芝麻油会非常容易失败 好了 紧接着这个步骤呢 就是用勺子刮油 准备一个容器 上面放入一个肉勺 再放入一扇蒸笼布 这样过滤出来的芝麻油没有任何一点的杂质 上面的油取完了怎么办呢 还是用勺子不停的掰打 或者是上下一直不停的晃动 直到这个芝麻油取到无油可取的状态就可以了 像这样的芝麻酱基本上没什么油了 再放一碗上 让它沉淀一碗上第二天再取油 剩下的这些没用的芝麻渣渣可以做什么呢 也可以做成少量的芝麻酱或者拿去浇花浇草 好了 这次芝麻香油也过滤的差不多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油了 这个瓶子的量大概三四百毫升左右 600克左右的芝麻可以榨取这么多芝麻油 其实呢 我已经很满足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今天这个做法是真正的古法榨取 好了 今天如果您对芝麻香油比较感兴趣 那就赶紧动起手来制作吧 自己制作的芝麻香油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 对家人对自己都很健康 好了 如果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转发给更多人 谢谢我们下次见